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克斯 在昨天的时候 确切地说是在 12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半天之前呢 我发布了一个视频 说了说 这个身体情况 说突然间发烧 现在 我刚刚睡醒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依旧还有点不舒服 而且是有点 精神恍惚 原因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分析了一下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 我要做一个校的调整 那现在我录制视频的时候 此时此刻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2020年4月23号下午 我看这个时间是下午的 1点27分 那平时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都是等到了晚上的 就是我这边的时间 晚上的9点以后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我才可以把这个数据 给大家统计出来 因为毕竟这个系列呢 是在记录一些 美国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一些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话 对于我来说身体打击比较大 因为 这是一个比较即时性的 视频 比如当天的视频 尽量应该是 拍完之后 当天就做出来 然后再加上一些上传了 七八糟的东西 真的很好的时间 而做这个事情 如果要坚持 每天做的话 所以作息时间呢 一定会变成一个 整个一个熬夜状态 那之前熬夜呢 是因为我需要拍摄一些其他的视频 然后同样也跟这差不多是晚上剪辑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 人的勉励呢 是需要去调养 但你需要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饮食 适当的营养介入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坚持做这个晚上来更新的话 对我的健康可能影响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昨天晚上 这个突然间高烧 让我觉得今天确实是应该是个时间去改变一下 所以以后呢 大家如果看到这样视频呢 我基本上会在白天录制 那一个是对我的身体这个休息来说呢 会好一些 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事情 我不能再撑到那么晚了 这可能是要命的事情 那我也想把这个时差呢 时长调整一下 录制这个系列视频呢 大概是从2020年的3月31号 那个时候开始的 基本上就是已经 断掉我本职的工作 就是我其实是拍日更视频的 但不是这样类型的 所以这个东西已经改变了我太多生活 我觉得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应该不能继续这么休息下去 我应该重新再把之前的东西捡回来 我呢就是有生活记录的同时 还有这个科技评测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就应该做出来 因为我那边已经放了太多的箱子堆在那边 很多还没有开封 然后我觉得就是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的话 我这样还可以把正常的事情做一下 争取呢就是在作息上可以有一个大的调整 那既然今天已经说到这一个 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 那美国的疫情呢 我可以适当的就是推算一下 那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是过去了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呃 给我的感觉就是 现在美国的疫情呢 此时此刻吧 它增加了一万 接近两万人 确诊人数 那死亡人数呢 达到了一千四百人 此时此刻 那我推算 在今天结束的时候 应该是全北美 确诊病例应该会达到 八十八万人 这个增长的速度跟以往相比的话 并没有说放慢 有一种放慢的趋势 那死亡人数呢 今天我预计会达到累计的话达到五万人 那治愈人数呢 到现在看起来还是很低 所以美国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看它的规律来说 真的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这是跟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的 美国这种制度 那前段时间加上 越来越多人开始抗议游行 甚至连加州的人已经开始抗议游行 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到 但没有想象到会发生的这么快 那如果说真的是很快被迫复工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像世卫组织说的一样 这个病毒呢 COVID Coronavirus 或者说新冠状病毒 将真的是长期与人类共存 那如果有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那我觉得全世界呢 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都闭关锁国好了 都自顾自的 那这样的话经济方面呢 那一定是一个重创 那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海外的话很多留学生回不去 那并不是说一定要完成这留学任务 那比如有的说学了一半 那拿不到文凭 我觉得这是挺可惜的事情 那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啊 我之前一直相信一句话就是 失败其实并不可怕 那失败之后你可以重新再来 但是最可怕的是半途而废 那这个是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的一种结果 也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结果 鉴于这个疫情的发展 其实现在是完全不可控 所以真的现在期待是疫苗尽快的出现 就像在电影当中一样 没有疫苗 你真的很难去说人开始自愈 人类现在还没有那么夸张的实力 大概就这么多要跟大家说 那这两天的天气的这个转暖速度呢 是相当快的 我也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加州这边 我住了这个地方 然后经历了雨季 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会下雨 下那么长时间 这两天忽然雨季过去之后 这个温度一下上升到三十多度 刚才下楼喝水的时候 我开了一下这个大门 那个热浪迎面扑来 就这种感觉 但是从今天开始的 我的生活将会有点改变 就是我需要重新回归到我的正常生活当中 我的正常生活其实是很忙碌的 就是会做很多 我们平时就像上班一样 我是之前在录这个系列视频之前 几乎是全年午休 一年工作365天 那我觉得应该回到那个时候的我了 我不能休息太久了 因为生活还要继续 但是疫情可能会更加持续 就在一个这样特殊的情况下 如何能够照料到自己的生活 如何能够照顾到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这是今天必须做出来的 如果身体越来越差 那什么都谈不起了 就像大家跟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要把身体先照顾好 给我支了各种招 让我把身体调养好 我呢就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吧 虽然说在这边买到一些中药技是比较难的事情 但我相信通过自己的时间调整还是OK的 昨天非常悲催的是手机给摔了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裂痕 那我觉得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今天开始呢 我除了更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每天跟大家报平安的系列视频之外呢 我会努力的把之前的Vlog再补回来 其实我现在还有几十部Vlog还没有在编辑 我觉得是时候了 那我觉得既然之前拍了就不要把它浪费掉 毕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也希望在未来至少这一部分生活还没有丢掉 马上就要到月底了 就是四月份的月底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我虽然呢已经不能实现之前一开始计划好的 一种非常美好的结束我的Vlog系列 那我觉得上天如此安排 可能是有他的计划的 他可能不想让我去这么顺利的停止 那我觉得那既然冥冥之中都有定数 那我就顺天而行吧 好了我是米奇洛克斯 希望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可以在这边继续相见 在录完这个视频之后 我就要开始真正的忙碌 哇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挑战 希望身体在通过这两天的休息呢 可以恢复过来 那昨天真的是没怎么休息好 怎么回事呢 昨天自从发烧之后 我就觉得挺吓人的 我就喝了一些运动型的饮料 这个运动饮料呢真的是 让我睡觉的时候特别亢奋 那我昨天或者说今天 今天睡着呢是早晨九点多睡着 到现在其实我就睡了三个多小时就醒来了 那也许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回补觉 我觉得我此时呢就应该撑住 我要撑到晚上正常作息的时候再慢慢睡 接下来的一周呢就是我调整作息的时间 我觉得有挑战性 因为毕竟还是很忙碌 希望一切安好 希望以后每天都能够坐在这里 跟大家适当的聊两句 今天呢就先不唱歌了 手指已经肿了 我们明天在歌声里开场 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